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差不多的烦恼 就是 无论是生活中一些琐碎的事情 还是 就自己的事业爱情的 一些大的选择 重大的选择 我觉得都会挺难 因为做人就是这样 其实我想的挺痛的 不过就是 因为我是人 我没办法摆脱这些 现在我最大的烦恼就是 太红了 以言生日谢霆锋送千万豪宅 有谁注意张伯志说了什么 网友王菲怎么好意思的 一次 谢霆锋在录制风味的时候 就透露过 自己很喜欢给王菲下厨做饭 为了王菲可以做许多从前都不会做的事 最后 谢霆锋还不忘补一句 自己一直特别的喜欢女儿 要知道 谢霆锋只有两个儿子 哪来的女儿 难道说的是王菲的两个女儿吗 谢霆锋在很早的时候和王菲在一起过 分手之后 两人各自成立了家庭 还生了孩子 没想到兜兜转转了12年 他们还是走到了一起 谢霆锋和王菲的复合 有人贪心有人愁 谢霆锋疏忽了自己和张伯芝的两个儿子 很少派到他前去看望两个儿子 反而是对王菲的两个女儿越来越好 王菲女儿李燕生日时 谢霆锋不仅提前为李燕送上祝福 还特意买下一座价值5000万的豪宅 可以把电吉他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 不仅如此谢霆锋还亲自下厨专为李燕做一顿饭 这样的行为有点让网友不淡定了 要知道谢霆锋连自己的儿子过生日都没有到场祝福 只是给了8万红包 从法律上来说李燕跟谢霆锋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甚至都不算是妓女 没想到她的李燕却比对亲儿子还好 网友纷纷吐槽 自己的儿子都没吃过他做的饭吧 难不成别人家的老婆孩子都是好的 自己的孩子都不是亲生的吗 之前有媒体派到李燕和闺蜜在商场里逛街 短短两小时内就花了10万元 要知道她那个时候才13岁 除此之外 李燕还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各种炫富 导致李燕这么大手大脚的原因 是王妃的性格一直都是散漫的 所以对待女儿李燕也一直都是放养的状态 早期王妃的大女儿都经同刚接触谢霆锋时 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不认识谢霆锋 可见她有多排斥这个继父 但几年后 窦镜彤似乎已经接纳了谢霆锋 甚至多次前往剧组探班 一见面的时候还来了个拥抱 看得出他俩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了 好 这一路念书的当中 我觉得你还蛮会换学校的 哦 是不是 换的比较多 换的比较多对不对 换学校每次你都 能说服你 你娘啊 或者爸的 你为什么要换 眼看谢霆锋的继父身份做得如此出彩 张伯芝会是什么感受 一次 记者采访到张伯芝 张伯芝表示 虽然目前两个人已经分手 但是孩子还是需要共同关心照顾的 对于谢霆锋这样的行为和举动 自己很心痛 在这几年里 媒体经常派到张伯芝带两个儿子出街时 穿的都是烂大街的短袖 完全不像新二代 对于爸爸的差别对待 谢霆锋小儿子只回应说 爸爸有他自己的生活了 让网友听了纷纷心疼泪奔 这个小的孩子却被迫这么懂事 让人心疼 不过虽然谢霆锋对儿子不好 但爷爷谢霆锋对两个孙子和张伯芝还是不错的 还在节目中宣布 要将自己所有财产都留给他们 不得不说 谢霆锋对张伯芝这个儿媳是真的宠 但谢霆锋依旧不值得珍惜 而且还对两个孩子不管不问 希望张伯芝可以在坚强点拔 早点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还有希望谢霆锋多多陪自己的两个儿子 尽到做父亲的义务 为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